日本人针对离泰院的惨剧不仅也让他们再度议起了2001年的明石花火大会踩踏事故的阴影 同时也相当忧心同为万圣节圣地的东京涩谷相关的安全问题 因此当地警方也已经提早加强戒备 相信再来请教宛柔 像南韩离泰院这样由大规模群众所引发的踩踏意外 在其他国家也是有案例的 来看到日本在2001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场明石花火大会 就是很多人在天桥上要来看烟火 但是也疑似发生了踩踏意外 最后有11个人死亡247个人受伤 日本人就称这个现象叫做群众雪崩 那现在日媒也分析 他说其实只要有一个人跌倒的话 后面的人也会无法避免跟着摔倒 那现在看到南韩这件事情 日本政府也很担心说 这个万圣夜就今天晚上 这日本的涉谷也会涌入大量的人潮 如果发生类似的状况 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日本警方在29号开始 就已经加强警戒了 他们也提醒民众不要在路上站着不动 也防止群众跌倒 加强警力要来强化警戒 南韩离太月因为庆祝万圣节活动 而发生憾事 那么这个节日到底又是怎么而来的呢 再请教婉容 多数人想到万圣节都会说 那就是10月31号 Happy Halloween 很多人都会提着这南瓜灯去要糖果 不过根据真正的历史起源 10月31号应该说是万圣夜 而不是万圣节 真正的万圣节应该是11月1号才胜 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在西元前500年的时候 有一群凯尔特人 他们是居住在现今的爱尔兰 他们认为11月1号 是他们新的一年的来临 又称作夏末节 但夏末节的前一天 会有很多孤魂野鬼游荡在阳间的 所以10月31号 他们为了要吓走鬼魂 就会开始打扮成鬼怪 或者是点燃篝火 或是制作南瓜灯 也就大头菜灯笼 那后来为什么会演变成 今天的这个模式 原来就是有一群人 他们在1800年代的时候 移居到美国去了 那到美国以后 这宗教色彩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 再加上 这小朋友要一起参与活动 不能用那么粗暴的方式 赶走鬼怪 所以就增添了很多商业行为进去 而这药糖果也就变成了Tree or Tree 这样子让小朋友也能寓教于乐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